加州的经济持续复苏 今天在阿罕布拉市阿曼瑟康举办的就业博览会 让正在求职转换跑道的人 能够直接面对了解各种企业人才的需求 另外在博览会中还点出 未来求职者可以考虑的三大快速成长产业 加州失业率7.8相比 今年加州失业率再度探低 现在那个失业率是低到6.2% 但是外面还有很多找工作的人 尤其是我们移民那方面 他们在别的国家过来美国 或者是刚刚失业 他们都有时候都找工作比较困难 所以今天的那个工作室特别的有意义 为了让养育移民也能够跟上经济复苏的脚步 亚美经济发展企业举办一年一度的就业博览会 我在中国是做那个老师的 做了青年老师 我到这里来也想找这个做老师的这个工作 找一下中国和英语的那种组织 好像是我刚刚有个兴趣想做那个学校的 组织组织 对我们今年有83个不同的公司有来 然后我们是 除了有让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 博览会中也提供撰写履历的技巧 那你最重要就是要写你自己最想人家知道你特长的地方 你最好就是把重要的就说短在两张里面最长两张 另外也有研讨会点出未来就业市场的新趋向 专家表示战后婴儿潮逼近65岁对医疗的服务需求大增 而加速成长的加州人口移民潮对于上述三个产业需求也大增 值得找工作或换跑道的人多加注意